请大家介绍10000型饼干生产线 该生产线主要由以下单机组成 卧室搅拌机是适应各类饼干湿面团混合使用的多用途搅拌机 主要采用变频器双速控制 两种速度任意调节 以便迅速和有效地处理任何配方 搅拌器和叶片都经过改良 不能做更均匀的搅拌 制成的面团稠度适中易于处理 可一次搅拌12包面粉 卧室搅拌机符合严格的卫生标准 以清洁和快速的方法柔和面团 是大型饼干蒸产线的必备设备 叠层机由一台立式压皮机和卧室叠层机组合而成 通过叠层机反复叠加 一般叠层4到12层 使生产出来的饼干层次分明 口感松化松脆色泽分明 叠层机是提高饼干档次的主要设备 也是生产苏打饼干的必要设备 四道炸皮机的功能是根据工艺要求 将面皮压制厚薄均匀的带状面皮 每道压皮机滚切机都安装了安全防护装置 炸滚直径设计为300毫米 确保良好的压皮稳定性 炸滚间隙调整采用电机调节 上下线采用接近感应开关线背 提高了安全性 所有的炸滚都设置了逆点动按钮 以防炸滚间有异物时能够及时清理 双滚切机及印花切割为一体 可将饼干的图案大小一次成型 有电机调节对花 输送带 有气动自动障紧 自动调节跑边 分离机和鱼料回收装置组合使用 将鱼料回收切断并送到味料机 盐糖撒布机将盐糖均匀地撒布在饼胚的表面 其量可以自由调节 该机是增加饼干口味和提高饼干档次 不可缺少的必要设备 入炉输送机将成型的饼坯顺利送入炉内 该机采用气动装置 在停止生产或发生故障时 会自动抬高300毫米 输送带也由气动自动调节跑边 保证了输送带不致损坏 烤炉机炉体由入炉机、烘炉、出炉机组成 入炉机将成型的饼坯送入烤炉中 烤炉用瓦斯明火供烤 并分为四个温区上下火分控 温度由温控系统自动调节 使烤出来的饼干色泽均匀成金黄色 出炉机起连接和冷却作用 喷油机的功用主要是通过离心盘的高速运软 将油均匀喷洒在饼干表面 其油量大小可自由调节 转弯机分为90度和180度两种 可根据厂房进行选择安装使用 冷却线长约50米可用来将饼干自然冷却 并通过差速机构将平放的饼干整齐地堆起来 以便捡饼包装 1000形饼干生产线的控制系统中 设置了故障报警停机装置 一旦发生故障 易于故障部位的快速判断 减少了维修时间 对变频器故障的复位 也在每一处控制板上都安装了一个复位按钮 整个成型机设置了一组一起启动 一起停止按钮 每个电机的调速机启动 在单动时可以联动调节 在联动时可以单动调节 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 方便自个 而且该机的主要电器元件 电频调速器 采用日本原装进口安川系列 PLC程序采用日本原装松下系列 继电器采用富士 断路器采用施耐德 因此该生产件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运行安全方便等特点 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